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香气比普通的芹菜要更浓一些 炒这道菜用香芹会味道更好 美食大人李亮告诉我们 为了使菜肴味道喷香 最好选用香味比较浓重的香芹 来与牛肉一同炒制 这样不仅味道更香 口感也会更爽脆 除了芹菜外 李亮还告诉我们 这牛肉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 香芹炒牛肉呢 我们选择的是牛肉的外脊 因为牛外脊呢富含蛋白质 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非常少 没想到 一道简单的芹菜炒牛肉 在食材的选择上 竟有这么多的学问 待食材挑选好以后 分别把芹菜和牛肉 切成大小香芹和丁块 在这里 要想牛肉丁软烂不塞牙 美食达人告诉您一个小窍门 只有用了这个窍门的牛肉 炒熟后才会变得非常软烂 用勺子轻轻一压 肉就散开了 而没有用这个窍门的牛肉 炒熟后肉质比较坚实 不容易被压散 那么这个神奇的小窍门 究竟是什么呢 快让美食达人李亮来告诉我们吧 为了使这个牛肉呢 更加的软嫩 我们加入了菠萝汁 菠萝汁呢 富含这个菠萝蛋白酶 它可以使牛肉当中的蛋白质 有效地分解 来加速这个牛肉的软嫩 没想到 平时经常吃到的菠萝 竟然还有软化牛肉的功效 我们把菠萝去皮后 取出菠萝心 将其汁液淋在牛肉上 搅拌均匀后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 玉米淀粉 再加入食用油 搅拌至均匀 腌制三十分钟左右 牛肉丁腌好后 我们向锅中倒入底油 依次放入干辣椒 姜片 葱片和蒜片 煸炒出香味后 放入牛肉丁进行翻炒 待牛肉变色后 放入切好的芹菜丁 适量的料酒 生抽 老抽和白糖 翻炒均匀 直至芹菜和牛肉 完全炒熟后 出锅即可 软热的牛肉丁 配上香气浓郁的芹菜 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还调养了干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